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諸級聯賽第七輪的網賽 今輪變題為雙鬼祭 甲方變題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虛擬的 應公告天下 粵方變題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虛擬的 不應公告天下 對賽雙方為甲方百周年 保倫局百周年李小宗紀念中學 以及粵方廖寶山紀念書院 先介紹雙方變緣 正方主變 蔡金賢同學 第一副變 羅樂謙同學 第二副變 大俊哲同學 結變 許熱亭同學 反方主變 袁子俊同學 第一副變 程嘉玲同學 第二副變 湖南亮同學 以及結變 黃海培同學 好高興能夠請到三位評判為賽事評分 他們分別是 加密拍舉中學辯論隊負責老師 黃文傑老師 藍田聖寶陸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 雷天恩小姐 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員 袁慧儀老師 本場比賽分 主電 台上發文 一副 二副 台下發文 以及劫電共六個環節 發電時間為4 3 3 4 每次發電時間結束前30秒將有一釘提示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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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年前,就算我飛到月球,見到地球是圓的 然後向全人類大聲疾呼,都可能會被當是淚霧般燒死 百多年前,就算我一日之內,由圓後變成人 然後將真相告知天下,恐怕會和大二汶一樣 被抓狼是隻醜陋的猴子 很好,外界活在二十世紀 最虛幻的理論今時今日都可以得到包容和討論 包括今日這條世界是虛擬的變體 2015年,牛獎大學專名教學家博士大陸就提出 我們的宇宙應該是像特異電影《二十世紀殺人亡》 那樣,自下一個電腦情色 這個想法連樂部議長得獎者物理學家喬治思夢都認同 到後來,我們帶人類移民火星的馬斯克都說 我們活在證實世界的概率只有十億分之一 馬斯克在推特上有超過五千萬的追求者 加上科學期刊,網紅的傳播,世界是虛擬的 已經是廣泛能傳的理論,只欠一個證據 而假如我就是這個證據,我會不會說呢? 衡量之後,一,為人類和文明,二,為自己 公告天下,我雜無旁貸 為什麼呢?首先,為文明著想,公告天下,可以人領進步 大家想想,現在世界面對的種種問題 哪樣不是基於物質之源呢? 你不夠水,不夠食物,混實氣體,甚至生態絕種 全部都建基於世界是物質的 如果世界是虛擬,一種物理規則就再不適用 以上種種都不再是問題 或者只需要一個制,人類文明就可以得到弱性 人類文明也將得到非物質方面的提升 就例如正常層面 那為什麼手段又是公告天下呢? 因為這麼顛覆的發現,上界要運用發展 相信必須全世界的共同努力去研究 再說,我一個十二歲的中學生,難道會馬上得到科學家中司 有記者會採訪嗎?沒什麼可能 相反,用網絡公告天下,我就可以隨心所採用的揭露資料 反而可以引起更多關注 第二,為人類公告天下,棄還世人知情權 社會上,我們或是有富有和貧窮,老闆和員工的階級之分 但歸根究底,我們都是作為人類的一員 故此當一個信息貫乎重大的公眾利益 個個都關事的時候,我有道德責任和全世界說 我方認為,在人類的起源上 每個人類都有天賦的知情權,人人平等 第三,就算不為其他人,為自己都應該公告天下 因為我有良心 試想一下,當這個世界得我知道這麼驚天的真相 而我就選擇隱瞞世人 我是不是太自私呢? 我一不說,我就會生活在欺騙世界的追究感裡面 我知道你們會勸我看開些 大家打個比喻 如果這個世界得你知道,總細早起身體好 那你會不會公告天下呢? 一定會 否則我每次見到人痛笑不睡 我都覺得是我害了他,沒有身體好 同樣的道理,如果生命真相 我都要隱瞞 又見到什麼不幸 我都可能會怪自己 最壞我沒有說 見到人為生命中的悲劇哀痛的時候 我都不能開口跟他說 你振作一點,其實是有得從你的 如此折磨,你和我真是人受到嗎? 將來各位,我明白 身為只有十二歲的學生 即使公告天下,有人相信我都會艱難的 如果有方同學你們有疑慮 那你們先回答以下兩條問題 第一,究竟是否全人類無權知道真相 還是我有權蒙蔽世人呢? 第二,有沒有證據確保 將真相公告天下是百分百弊大於你? 我們答不到以下問題 為良心,為人類,為文明 我支持公告天下,缺不阻塗料 賣頭入沙堆,當無事發生 多謝各位 隔方主便發言時間為四分十 要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到月方主便 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看人口試驗 聽到嗎? 聽到嗎? 先說的 三,二,一,兵 我問我們第一個問題就是 事所可以公告天下 我的文革是不能公告天下 公告天下一定會造成這個混亂 所以我們不應該公告天下 如果要有效可能變題的話 就必須先為這個變題的關鍵字眼 第一,現題中的虛擬世界 既不為止被魔王所控制的世界 而真實世界也不為止一個暴漫的烏托邦 真實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不應該交上以上性質 否則沒有討論的意義 第二,有分何所謂知道的真實 在一個主觀的認知 就如同地靈傳或者知道地球的平衡一樣 不一定是客觀存在的現實 第三,公告天下就是對全人類進行宣告 並須主動地將訊息傳立在全球發揮人 對於目前的人類 然而當下的世界即為真實 換言之,各變題討論為 應否破壞當下真實 而既然各變題的討論對象是天下人 那麼衡量各變題是否成立 就必須審視 公告天下這個行為能否讓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 而我方今天認為這方面是李丁成立 基於長期和短期兩大因素 第一,短期的影響 導致社會秩序混亂 經過英國社會第二名主義之父 Helbert Spencer推出的 《社會學結構功能主義》中指出 所有社會現象 不管這個現象 有多不道德 有多邪惡 有多不應該存在 只它確實存在著 必然發揮著那種社會功能 維持現行的社會秩序 而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孔德 曾經指出過 當社會在一個穩定的常態上發生轉變 無論社會轉變的方向是怎樣 所導致的過度性衝突和混亂是無可避免的 這次我們其實不應該公告天下 而他當然提出了一句 社會學對名言 進步如果不能夠和秩序共在一起 進步就不能夠持久 換言而知 如果有方向公告天下事 不能夠保障社會的秩序穩定的話 有方向想得到的知情權 其實都將不能持久 只是彈花一宴一閃即逝 如果有方公告天下 將世界是虛擬的 這個信息公告到全球 就會令社會秩序出現混亂 因此有方一副有責任論證 在公告天下的同時 如何能夠穩定秩序 再說 人類因為類似事件而陷入恐慌 早有先例 例如有信徒在知道馬雅源後 將自己主觀認為 世界會在2021年10月21日 位置的信息公告天下 因為這個公告天下的行動 令大批人瘋狂搶救 如蠟燭灌籃食品火柴等物資 都成物資短絕 或是要言葉子粗 不過比原子山有外星人的研究基地 令大批人通通言之 而這些人所引起的社會混亂 導致交通低失 無奈之下政府唯有封鎖該處 這個反應出 行眾往往因為恐懼而影響社會秩序 而越多人相信有信息 混亂就會變得越大 除非有方向 許臨直 混亂是對社會發展有利 或者公告天下對社會進步 是迫害而無一利 第二 長遠影響社會陷入消極主義 這次的分農學非常合避 可以進入社會混亂時期 也許可以提出 擁有一個口岸 可以保證社會不會在混亂之中毀滅 但其實可以在大混亂中身為下來的人 也必然要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他們所生存的世界 是所謂的虛假力 當大臣往往因為他們的固有精神之處 虛幻化而崩潰 他們會因爲爽失動力 同時會是一個因為大混亂 不變得滿目瘡移的 所謂虛假世界 對 或者只可以仰望 如果香港的真實世界 情況就如同當代廉程一樣 只會因目標太遙遠而坦平 陷入消極和悲高 如果在這一刻仍然有社會的存在 遇下人類也會合遇消極主義 最後會令到人類最後的社會發展 停滯甚至毀滅 更不要提供有進步 再說如果要投資現在社會根基 即引起社會動態 而追求所謂真實社會 合謂合理 並非合理 這位燈神 必須存在寧家聲 請問我和我的寧家聲 又是甚麼呢 多謝各位 月光主便發言時間為4分07秒 我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去到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會由甲方自由派出台上位便員 向月光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 發 月光主便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還有一分鐘時間回答 所有時間到達前15秒 將會有一丁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叮 然後去到月光自由派出台上便員發問 隔方主便回答 在這部份請評判注意 評判者分數的次序 月光分指第一格依照發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好 現在先請隔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員發問 你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 請向鏡頭示意 試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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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清楚 聽得清楚 3 2 1 兵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學我方開篇問有方同學 今天知情權的事情 是否有方同學是否認為世人無權知道 而你有權去蒙蔽人家 有方同學沒有回應 所以請有方同學回應 其次有方同學說會社會混亂 但有方同學是看真點 原來當初好像當初施洛登公佈 美國中情局的機密也好 有方同學你見到他所謂有沒有社會混亂 今天有方同學說我業後果如此嚴重 還有沒有世界滅亡 若然有方同學見不到世界滅亡 有方同學的推論如何正確 多謝各位 審議員 提示 吃 叮,叮,叮,预备时间结束,请月光主电回答,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整合镜头事业 你站直你一会儿讲话的时候就站直 试咪!试咪! мая,我听不到声 听不到声,请问评判听到你了还是只有我?我听不到 我听到小小声,就这样的音效 三、二、一,丁 一丁盘在位置,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到有方同学就完全在混流视听 有方同学所说的是斯洛登例子 他所说的国家机密 其实是与人类的传播根本不相关 而今天所提到的,如果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话 其实与人类是完全相关的事情 而斯洛登所说的国家机密 与人类完全不相关,与人们的利益完全不相关 那人们又怎样会理它呢? 再说回来,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反恐的事情 被公布了出来的话 那人们自然会去理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与他们相关 会影响到他们的人民安全 多谢各位 三 二 一 丁 评判者各位,大家好 最简单的问题一条 是今天听人有合主便所说的话 可以知道今天有合公布天下 它必然会造成两个结果 一是因为今天右航说话太没说服力 令到相信的人太少 最终令到右航后中所说的好处全部不存在 第二就是今天右航说话太有说服力 结果就正如何方主便所说 造成一个社会的混乱和消极 最终令到所说的好处在坏处所覆盖 请问右航今天想做到的是前者还是后者呢 都是各位 前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计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Notes ہوا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宁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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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c riters French 预ound 订阅 我们 확진枪 谢谢市民 OK 3、2、1 丁 根据有方同学刚刚所问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问我们如果没有人信那怎么办 但其实没有人信的话 那也没有什么弊处 反而你的良心还可以好一点 你不会每天活在一个战战兢机的状态当中 只要你说了之后你就写下了你的责任 你信不信就是其他人的责任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恐慌 但是其实根据傅白纳的螺丝模型里面 其实是没有恐惧的 第一个是否认第二个愤怒 第三个愿及第四个沮丧 而最后人类始终都会接受这个现实 去向我们更好的未来和人类的发展 去进行卖出他们一大步 所以有方同学你今天社会的恐慌 你自己都没有可能必然 你今天自己都没有可能 是可以必然地正确证明的 还有社会的恐慌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理论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 但是有方还有限制 跟我们在辩论 可以证明其实这件事没有什么 发展时间结束 好 台上发明的环节完结 现在轮到脚方第一副面 你有三分钟的发展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大家早晨 五十二现前人类第一次登月太空人岩事堂画 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从国家开始争论八年的地缘书地平书 终于可以落幕 因为人类已经亲眼见到地球的形状 也终于不辜负天文学家过百里和加利略的苦心 他们当年为了公告天下真相 触犯教廷被消失或终身监禁 挑战未知冲击已知 从来都是高危的 但是我不怕了 假如我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我一定不会像有方那样 为自己施理 为没有根据的想象蒙蔽真相 良心 我必定会公告天下 因为这个真相不属于我 而是属于全人类 就好让你忽然发现银行户口多了几个亿 原来是政府把全香港人的税金入错了给你 那你会怎样呢 手口如瓶 当然是公告天下 因为我不想做小偷 只要是人类就是命运共同体 千八年来 支持文明进步的科学和哲学 探讨的都是生命起源和宇宙本质 现在我知道了 但是就想读吞了 那等同于成为 莫削全人类形成真相机会的小偷 我做不出 因此为了良心 我又道德责任公告天下 当然有方是不同意 刚才他们就说 说都没人信 那说来做什么 首先我不信没人信 好像主编那样说 现任世代 着匪夷所思的理论都接受到 有方说到世界这么封闭 你据何在呢 还有我们要捉紧机会去上司 正如古希腊数学家 布达哥拉斯 他作为第一个提出地缘说的人 当时世人都不是全部相信他 但是后世会不断求证他口中的地缘说 更何况为良心何必忧心呢 正如正确 而且没有违背良心的事就要做 怎样可以资珠界界入突失呢 有方又担心会引起恐慌 事实是就算2012年说会世界末日 世界上都没有大乱恐慌 我明白有方担心 但是担心都要有根据 所以我请有方再说多一次 因为恐慌而造成世界面目的例子 如果没有的话 就何必有无理据的恐惧呢 几人憂天 其实一切都只是源于有方的假设 着着个位子 在21世纪的我们是幸福的 因为我们不用再为公开科学真相 做过百里做加利略 既然我是被选中的人去世界传播这个世界的真相 应该是达无旁大 有否不以为焉 但就未回应我方主编的两条问题 第一 究竟是否全人类都无权知道真相 还是我或你有权蒙蔽世人 第二就是是否有证据确保 将真相公告天下百分百 弊大于你呢 多谢各位 答方一库发言时间为两分四十九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将军请月光一库 你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Mice 咪一家 在这里 三二一丁 您的评论有没有道理 各位 大家好 日开眼睛我发现世界满目苍然 究竟这个时候我应该要为我自己公告天下这件事 而感到开心 或是因为我自己所说的一句说话 来世界陈述混乱无道飞相 今天有班同学来到一个位置 不难发现有班同学犯了24个错误 这个错误不论正 有班同学今天很好笑 跟我们说公告天下书等于早上早期 所以就应该公布了 但今天为什么今天公告天下这件事不应该被公布呢 其实我分析说了很多次 是因为人类并不可以接受这种事实 有班同学今天跟我们说支持权 跟我们说人有知道真正的权利 但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 就正如有班同学今天不知道我们中国国防里面有多少样东西都好 其实我这件事正正看得出 其实我们今天知诚 其实是沿基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之上 我们是要为这些东西着想而言 就像有班同暗示私自力 因为有东西就应该要说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于今天有班同是自想矛盾 那我出来跟你说什么呢 那我出来跟我们说话 我们应该要权术这个世界 跟我们说话要权术他们的编号 但今天要公告天下 公告天下的必要性在哪呢 有班同学是否期待充滅的平民和坚田 跟你说话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平民 我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呢 我先帮你以后出来交代一下 第三个问题是混淆是听 有班同学出来跟我们说什么呢 有班同学出来跟我们说话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只要我们搞清楚世界的本源 就可以有无体资源了 但是今天有班同学公告天下 怎样导致到无限资源呢 有班同学一句都没有说过 但是今天有班同学觉得 我今天公告完天下之后 其实世界所有人都不需要担心之外 因为他们都不需要吃饭了 不需要睡觉 我只需要改编码走了 甚至拿起意图出来跟我们解释清楚 其实今天有班同学把所有东西都说到 似乎付给他一样 认为所有的决定 其实都是因为上帝给他 其实有班同学完全没有考虑过自身 究竟有什么责任去做 一方面掃诸良心 在座个位置来到一副位置 不如来看看今天我们有良心 应该要怎么做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我们现在社会上 其实不是有班同学说到这么包容 其实换句话说 正正因为有班同学说到这么包容 所以今天就是单单一句谣言 一个说赤子主角 足以令社会大混乱 抢赤子 甚至是一些人能处现自己层出不同 特别有班自己也有说玛雅愿燃 我觉得主编已经交得很清楚了 但我们看到的是 目前就是因为推出玛雅愿燃 所以就正正看到有很多人自杀 抢赤子 有班同学看见这些是良心过而得去吗 最后其实今天公布的天下就好像白日为生 根本就不清楚究竟每一个人的接受能力在哪里 盲目推出 直到那些人拆铁路 其实今天有一百天 你告诉中国人民已经有这么大的动荡 一光明一相间告诉70亿的人 今天有班同学是要做到什么呢 是否令到整个世界都合入混乱 才是有班同学今天没有 叮叮 是不是做法呢 多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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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听得清楚 清楚 3 2 1 叮 有班同学 有班同学 我也明白地球76亿人那麽多 那当然有人质疑 但有班同学有人质疑有人不信 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不公告天下的理由呢 其实不是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大家知道 就好像有人不信疫苗的成效 我们是否又不选择 我们是否选择不开放 疫苗给全球人去接种呢 最后就坐以待毙呢 更何况今天工作是有平等的知情权知道 更何况今天我说出来 我背着这个责任 我释放了这个压力 是为自己良心 而不是好像有班同学所说的扭曲了的良心 其实根本有班同学所说的 无人信不可以成为不公告天下的理由 第二 有班同学有忧虑些什麽呢? 就是忧虑社会会乱 但是在开始之前我想问有班同学 今天有班同学有什麽证据会证明 这个虚拟世界这件事实说完出来 是必然会证世界混乱呢? 今天有方主便一副都走出来说 结果论证是什麽? 用必然两只字就概括所有论证 有班同学可否论证 究竟为什麽会导致百分百一定会社会混乱呢? 坦白说有方同学我都有忧虑 但是我方开别问有方 究竟今天有方口中所说的这些乱象 有几大机会出现? 是否真的会去到这麽严重呢? 有方同学答不出了 可见有方同学今天夸大这个弊端 其实都是建基于自己有方同学悲观的假设 相反我方看到事实是什麽? 无论是以前的歌白来公布日心说也好 到今天去美国承认五十一区 这个关乎传行律士了吧 其实有方同学往往公布这些颠覆我们认知的真相的时候 有没有造成有方同学口中所说的这麽不可收拾的恐慌? 有没有令到世界灭亡? 有没有令到整个社会大混乱? 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坐在那里打辩论 虽然答案显而易见 有方同学这麽堅信自己过分忧虑依然是正确 请有方同学义父正面证明一下 为什麽以前公布这些真相就不会造成混乱? 但今天有方同学所说的公布这次真相 就会必然造成一个社会大混乱造成 社会未来可能是世界灭亡 所以今天有方和有方最大分别是什麽? 是我愿意走入迷宮 虽然没有办法可以确保一条路直断去到终点 但至少我有机会可以去到 有方同学因为害怕 因为悲观 所以连走入迷宮都不肯连去到终点的机会都没有 有方同学取态八字字可以概括 不找出路原地踏步 有方同学更加削弱了全人类知道真相的权利 令我们蒙在鼓里 难道有方同学觉得你有权蒙蔽世人真相 而我这些普罗大众 就只是值得在不明不白当中吗? 多谢各位 是 甲方义父发言时间为3分04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请月方义父 有3分钟为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 时麦 时麦 3 2 1 兵 各位 人类的发展就像一个迷宮 我们由起点出发 最终就是希望找到一个终点 但原来今天在路途上 突然间有个人跟我说 哇 整个迷宮都是假的 在这下海世界中真的受到冲击 我真的觉得好运励 好消极 我完全不明白我做的事究竟有什么意义 主席评伴各位 今天有个人去到后半场 不难发现 因为我们发了三个错误 第一 事实错误 认知不足 其实今天有个人主见出道 就是说二十二世纪杀人王 就说好像二十二世纪杀人王 我们今天找到这个世界虚言公布之后 就可以有很多资源 如果按照这套戏的逻辑 如果当有个人公布这下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杀人特工出来追杀你 之后整个社会就发现 原来这个杀人特工 会追杀每一个知道这件真相的人 之后 这些人最后的归属是怎样 就会混乱 会消极 会原地踏步 今天一同上讲法子 但是究竟法子在哪里呢 今天一同上讲知情权 我今天不是说知情权不重要 但是知情权在某些情况都要妥协 例如一些国防、反恐、联合军事 这些重要的事情 是否可以随意给这个世界 就是每一个人知道呢 即使他们知道了 又可以怎样 就只会影响传媒的计划 第二 逻辑错误 偷换概念 今天有一方主片一副二副 出来都和你讲话 原来公布了这个天下的虚拟之后 就等于有无限资源 有很多的好处 其实究竟为什么知道了你虚拟 就已经会有无限的资源 会有很多好处 因为从来都没有认识 就单单只是跟你讲有好处 为什么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出来继续和我们论证 第三 这个准则不清 因为有方同学出来 就和我们说 我们要为人类问明 为自己 我们应该公布天下 但是为什么要 今天有方同学说 探索未知 我们人类应该探索未知 但是论调 我们应该留在虚拟世界 即公布虚拟的这件事 为我们的虚拟世界 将我们的虚拟世界变得更好 但是今天有方说要探索未知 又又说要留在虚拟世界 那有方说今天究竟想怎样呢 其实主持评判在各位 比如比赛后半场 我们不难发现 有方论调都是那种 为人类文明 为自己 逐个逐个和你数 为人类文明 原来公布之后 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只有两个社会变得消极 为什么要公布 一路说不出 为自己 因为一路不断说良心 其实如果我们讲良心 如果我讲了一件事 就会令到世界毁灭的话 如果我单单为了自己 过得安乐一点 就公布这件事 我只会觉得有方这些自私 是为了小爱 而牺牲大我 为了自己私人的自私 就无视整个人类的福祉 然后我出来跟他说 我们根据我们的想象 其实有方的行 不只是根据自己的想象 有方说了香港政府的例子 就是说如果是香港政府 一把整个香港的水 进入了我的户口 我应该把这件事公布 叮叮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只想用香港政府的讲座 为什么要公布天下 各位 立方已故发言时间为3分08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然后轮到台下发言的环节 双方都有两轮的发问 现在先请甲方派出为台下辩元发问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整个镜头事宜 秀're the one 秀's the one 嗨 一声 1声 2声 Quih 1声 3声 3声 1声 0声 2声 2声 制 今时有方的逻辑就是社会转变 对于动静 然后就会引成这个社会暖乱 其实中国5000年来 改朝換代,雖然會造成一時的社會混亂, 但其實文明同時也在進步 有方是否認為所有轉變都不應該做, 社會又如何進步呢? 更何方有方所說的社會混亂, 原來是交通劑室和搶救潮, 疫情也有搶救潮, 難道等於我們要隱瞞疫情消息嗎? 回到正題,有方是否認為因為一時的不穩定 而去放棄整個社會的進步呢? 多謝各位 月光有一分鐘時間準備,開始計時 月光一表示 我們知道的習慣了 你不明白嗎? 我這麼明白 我是 Township的 而且在說你戒指的 與人無法拿走 我又說有機會 甚至是你 Prince 結果不是你說,你這邊是個個명的 女生的運動 走在這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準備時間結束 請月光派出便宜回答 有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鏡頭視野 歡迎 聽到聽到嗎 聽到3 2 1 叮 評判各位 再一次大家 有方同學一出來和我方說 是不是我方定為社會不需要任何改變呢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完全在扭督事實 其實是可以很肯定有方同學的 其實我是可以很肯定地和有方同學說 我方今天並不是覺得社會不需要任何改變 而我們今天一定要克服了這個改變所帶來的混亂和負面影響 同時要對社會帶來正面的改變才會令到改變有意義 而今有方同學博士這個行為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說穿了其實就是用一個不正當的手段 去求達到一個不正當的目的 再說了 如果有方同學不能夠克服到混亂的話 其實又如何改變這個社會呢 就想問他有方同學 為何要靠著一個負面效果那麼大 在工作下 讓人去改變這個社會呢 再推個位 接著又請月方派出台下面緣發晚 用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請示麥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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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前一點也聽不到你說什麼 示麥同學 示麥同學 OK可以 好 3 2 1 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有分同学刚刚跟你说 原来有分同学仍然和我们的目标是很正面的 接着再说 有分同学今天问我们社会大混乱 但先等一等 有分同学 我明白你很忧虑 但你冷静地想 有分同学今天这个社会是否必然 我方的问题就说了 好像当初美国公布了有51区存在的时候 有没有社会大混乱 有分同学 今天有分同学就是口口声声地说社会混乱 但有分同学今天出来有没有论证过没有 有分同学只是用了必然这两个字 有分同学今天作为粤方的身份是有这个论证责任的论证 为什麽今天公布完之后社会就必然混乱了 是相反的 我方看到什么 看到的社会会进步 有分同学今天原来社会混乱还有什么 原来是社会大家抢次子 有分同学 抢次子这些是物资短缺 我方开辨就跟你说了 面对世界种种问题哪样不是基于物资资源 有分同学 若然我们可以变0101 那没有了这些物资短缺的时候 为什麽不是一个好处 谢谢各位 接着有请甲方批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整理镜头示意 正体账是特别人律师印好 个人的位置 你只是一個16、17歲的小小小的小市民 作為一個小市民、作為一個吹哨者 已經是我最力所能拒的事情 就像美國斯洛珍那樣 他公佈了美國政府原來在監視民眾 造成了示威遊行 那是否這個示威遊行 由計落斯洛珍的投資後 他又應該說出來 其實越關乎公眾利益的事情就越大迴響 有種說法就是越動盪 越多搶購潮和加工制室 那是不是因為這些搶購潮和加工制室 沒有理由這麼重要的事情 關於公眾利益的事情我們都不應該說出來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我跟他们说 这些关系社会利益的事实是很重要 我认为不是一个政府法人的样子 其实我好像政府法人是否有太不严谨 公布天下信息太低 因为我们说为了社会利益 我们是否不应该公布 没错 我可以跟你说 在没有些情况我们的确不应该公布 大众的知诚权固不重要 但是是否对于知诚权就没有限制 是否我想知道我就可以知道呢 因为今天有同学和我们说 其实我们只是一个十十岁的孩子 其实我们只要做一个趋势 就没问题 今天结果我们也不用理 其实今天这个世界正正就是有很多好像有何这样的人 完全不理想做结果是怎样 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 这个世界好像有何这样 如果一些人听了之后 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反应 做什么都无所谓了 谢谢大家 大各位 接着有请 月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用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听你的警察事件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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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丁 接着评论有方同学在进口 大家好 有方其实都反驳不到 我方公告天下必然会引起混乱 其实正如我方主编所说 进步如果不能够和秩序在一起 进步就难以持久 今天有方明知公告天下后会引起混乱 但认为社会进步是必要的 所以到应该 那我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被有方同学得到进步 社会组就被混乱所影响 有方所追求的社会进步 究竟还有什么用途呢 除非今天有方可以给我方一个公告天下后 仍然可以长治久安的方案 不然今天最方便提理应成了 多谢各位 一分钟时间准备开始计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321郡同学 你们就问我们 世界虚异的事实公布在天下之后 会造成非常恐慌的情况 但那方已经很多次提出 我们公布这个事实之后 是未必会造成恐慌的 為何我們討論的是為何必然會造成混亂 有方提到2012年或者其他種種事件 會有物資短缺壓搶廁子的情況 就會出現社會混亂 不難發現其實邏輯錯誤的才是有方 我和世人講了之後 科學家和專家可以知道真相 他們會不斷求證 不斷在這個由零同一創造的世界不斷發明 令人類文明進步的設施力物資不用再短缺 文明進步是否可以凌駕於一時的社會穩定 其實是可以的 還有由頭到尾都滅亂禁 時間結束 接著去到傑兵的環節 雙方傑兵會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 明天下午後 就像是在家中心的一天 還會判斷 明天下午後 你會判斷 一會兒 真的 我會判斷 我會判斷 我們就來 我會判斷 我會判斷 你會判斷 你會判斷 我會判斷 叮叮 洪水 hoch 欠缺的时间结束 你就先请月科欠缺总结 deals 听不清楚 近一点 Queens 不错 дол用提密 大声 fx naj 三位評判可以聽到嗎?還是只有我? 因為我這邊真的聽得很一般 不是很清楚 而且要這樣喊 應該一直說的時候會喊得那麼大聲 是的 其實大家試麥克風 你要記住要同一個聲量 否則其實試完是沒有意思的 或者你這部生意 其他同學可不可以幫忙教一教麥克風 可不可以退前一點 因為我不介意你搬椅子坐下說 我相信最後這麼多位都不介意 還有要聽得清楚內容 是嗎?是嗎? 好一點這樣好一點 好 三、二、一、丁 這隻警官在座 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有光同學 今天全場犯了一個最大的邏輯錯誤 他一直說到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世界是虛擬 我們就會有很多物質出現 我們就研究到很多物質 首先我想跟有光同學說 我們並不是知道世界是虛擬 就會有一堆次次出現的有光同學 你更加不可以一直跟我們開空投資票 說到未來一定會變得更加美好 變得更加多物質出現 當中這就沒有必然關係 先有光同學 你不要再說了 因為我全場犯了另外三大態度的錯誤 因為我犯的第一個態度錯誤 故步自封 因為我全場在質疑我的風 公告天下並不會必然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 今天我從主變開始跟你說失禮 有光同學你不相信 二副和一副跟你說理論 你又推翻不了 你一句沒有必然關係 就推翻了所有的論證責任 還有你唯一舉出的例子 五十一區當時也確實引起了這個混亂 當時更加出現了 有警察要去驅港才會評斥到這個混亂 你甚至在台下的時候 自己也承認了會引起混亂這個問題 你今天無論是實際還是理論層面 你都沒辦法推翻到我方的論點 更加沒有正面地論證到 它不會必然造成社會的混亂 你今天根本就是故步自封 說地圍爐 不願意走出自己的幻想世界 但也反對不到公告天下 必然會造成混亂才一直質疑我方 有可能犯的第二個錯誤混亂私聽 今天有可能我認為公告天下 是為了人類的知情權 是因為人人平等 但事實我方二副已經一直強調 行者知情權的代價 是整個社會各方面發展的停滯 因為你今天也不應該無限高舉知情權 甚至說到這種知情權凌駕於社會之上 根本就是違反了行使之情權 同時不破壞社會秩序的義務 你今天只不過是一味將自己的認知 和價值觀強加於其他人身上 但又從來不去考慮現在的人 可否接受到的一些 跟他們的認知完全不一樣的真相 你根本就是漠視了現在社會的可接受程度 過於無盡 直接衝擊世人的舊友概念 令到社會出現不可承受的混亂 令到人類的發展停滯不前 你今天根本就是自以為是 有本堂犯的第三個態度錯誤是自身立訓 有本堂一直跟他說 公告天下是為了全天下努力去挖掘這個虛擬世界 有本堂你後面又說 其實沒有人相信也不要緊 因為你不會有罪咎感 你今天根本就不是希望全世界都知道你才公告 你為何要公告天下呢 你根本就是自相立訓 再加上有本堂在台下的時候已經承認過了 你是認為專家和權威才可以跟你一起去研究這個虛擬世界 根本就不需要世界上所有的人 甚至是農夫也跟你一起去研究這個世界 是不是虛擬這件事 請問說到尾 今天公告天下必然成果在哪裏呢 今天有可能你根本就是不斷將現實理想化 莫使了人類接收到衝擊性訊息的時候 就沒辦法短期內接受 造成這個思想的混亂 形成的不安對外洩露 造成社會的崩壞 再長遠下去 當接受這些訊息的時候 表現出淡然更加會出現我們 主編一直在強調的躺平現象 令生活失去熱情 對未來失去保護 社會更加是因此停擺 不領有峰和我說到公告天下方式 多麼溫和也好 其實都沒辦法避免這種結果的出現 說到尾 今天世界究竟是真實的虛擬 其實根本就不重要 因為這些都只不過是忠誠的再體 真正重要的從來都是 當中所成為的夢想和快樂 古文學家阿里士迪卡斯曾經說過 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快樂 而今天有峰同學的這個造法 反而是令人類的快樂被摧毀 請問有峰同學你的良心過不過耳得去 你的罪咎感又過不過耳得去呢 有峰同學你不要再為造而造 而是信應人類的根本 活在當下 真正感對於人類的生活 人家美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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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接著有請 南田勝北陸中學中文辯命隊教練女天使者去跟我們分享 有請 是米 想問大家聽得清不清楚 可以 謝謝 是 好 我今天聽完這場比賽 第一個感覺就是覺得 大家都是不停在問問題 攻擊對手 問人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不給我例子 你做什麼不論證 但是 我是很期望 聽到大家去回答問題 論證你的主線 但是 我就是不停的 聽到大家的質疑 但是聽不到 實質內容 我舉個例子 例如 政方 就不停地去問人 為什麼 必然會造成混亂呢 這個是找得很好問題 我也很期望法科會回答 但很可惜的是 反方又不是好怎麼回答 於是反方又問回政方 為什麼知情權大了 是否有混亂都沒有所謂 是否什麼都要說出去 我也期望政方回答 他有嘗試回答 但是也不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說得很清楚你的立場 結果就變成了整場 就是這樣聽到大家 在這裡丟一些問題給對手 但是到你真的要去 論證自己這條主線的時候 就略言不足 我簡單地去講一下 雙方的主線 先講隔方 隔方第一個論點 就是人令進步 這個也很正路 剛才評判也有說到 就是 你說了開了人令進步 究竟是什麼進步 例子呢 論證呢 真的聽得很少 尤其是主變 我就聽到一個什麼 在精神層面上 我就聽到這四個字 然後我就會 那精神層面的進步 是什麼進步呢 是不清楚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其實 某個程度上 你可以去深化你的主線 講多些例子的地方 就不用整場都去問別人 為什麼必然會有引起混亂 不斷地去問問題 你可以嘗試去想一下 自己的主線 如何去論證多些 深化多些 內容就會相對豐富一點 第二個論點 就是講知情權 反方也有問你們 越方自己也有問你們 那為什麼知情權是大了呢 這樣 是的 那 我不覺得你們很正面回應到這條問題 但假設你們那些質疑 是可以回應到的 例如你們有說過 純粹是 就是 廁止 或者一些很少數的混亂的問題等等 那其實你可以 但可以走出來說 知情權什麼時候可以 說什麼時候可以不說呢 就是要涉及公眾利益 這樣 或者不會引起太多負面影響 你們也有說 那些負面影響 我們看到有方向說的 可能只是 純粹搶下自己 或者純粹是 有些少部分的混亂 或者示威 這樣 但是我們說的 是令到人類可以進步 那你就可能丟多些例子去說 是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正面回應的方法 而不是純粹是打一些很散的質疑 這樣 然後第三個論點 你們就說良心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吊詭的地方 來的 因為良心本身是一些很道德上面的東西 而這件事是比較適合 以及每個人的想法都有不同的 我看到粵方也有拿你良心這個字出來玩 就說你覺得有良心 即是我覺得不說才有良心 這樣 變成你這個論點就沒有什麼意思 而且我本身聽第三個論點 我就會想 你說說 因為如果說了之後 不說的話 有什麼問題呢 你就會有罪究感 那我就會想 那說了之後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也會有罪究感呢 所以變成就是 除非你論證多些給我聽 那個良心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否則就會變成是給了一個位置 別人去玩全場 或者是良心這個字 純粹一個旗號 或者一個標籤 但是內容是說得不夠清楚 是的 還有呢 這個大致上是隔方 那粵方呢 粵方我自己覺得呢 我聽你們的主辯都靜靜老老的 但是我最大的那個問題 就是你們的標準是說要令到人類社會進步 其實我們程度上 你們後面都已經沒有什麼 怎麼說這件事了 再加上呢 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有一個 我忘記是一個哲學家 還是哪一個公司 有一個理論 就說了 在一個社會穩定的 常態的情況之下 不論你之後改變了什麼 或者發展方向是什麼 都有機會造成衝突或者混亂 那我聽到就會在想 那你又說你的標準是人類社會要進步 那樣 但是同時你又覺得有任何改變 都能為有混亂有衝突 那按照你的邏輯 究竟你覺得社會應該要怎樣才能進步 又要不改變 但又要進步 然後 那我就會在想 究竟你的那個 所謂的那個標準 或者你的那個想法是什麼呢 其實有一點點不清楚 所以人類甲方是 我記得台下 還是有哪個位 是有問過你 我覺得你的問題問得很好 但是你們又很可惜地是沒有很正面 或者很清晰地回應給我聽 究竟你覺得人類社會應該要怎樣進步 又或者是在你眼中 究竟什麼的改變才是可接受到 那我覺得這個是你們需要想一下 因為我一聽你們的標準 或者一聽那個理論 我就會想 例如在一些可能民主改革這樣 那必然會造成混亂 或者會造成一些內戰等等 那是有一些這樣的可能性 那在你眼中是不是民主那一格 不應該做呢 或者一些經濟改革 可能是一些比較 可能根深提供一些經濟的問題 你想在政府內部進行改革呢 其實可能會造成通脹 或者是一些人工的問題等等 那其實都會有 可能有一些弊處 但是長遠可能有利處 那在你眼中 這些利弊比較是怎樣做呢 其實也是 不清楚 那當然 隔方沒有問得那麼深入 但是我覺得 月方是要自己去想一下 你自己的標準其實是什麼意思 還有你們說的那個社會進步 你覺得是想怎樣達到 是的 然後你們開了兩個論點出來 第一個就是 短期上面的動盪 那第二個就是人類會變得消極 那很可惜的是 我是會認為你兩個論點 其實都是正論和開得好的 但是你後場或者你其實中場也是 都是沒有什麼很詳細的例子 去論證給我聽 那就被隔方拿出來玩 說來講他都搶字紙而已 說來講他都在交通擠塞 那有什麼混亂 那我覺得你是可以嘗試多說一些 說一些例子 無論你是在電影也好 或者你自己可以過師到的那些動盪 是什麼 這樣 是的 前面有前場好像有聽過什麼自殺 那些東西 但是又是只有一個一句 就是一個字 這樣 就是講了一個後果出來 但是中間的推論是完全沒有的 那我覺得是 既然是你們開了這個論點出來 就 就是好好運用他 還有好好論證他 然後就免得別人走去問 為什麼會有頓盪 你那些動盪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時候 你可以 回答不了他 你直接問他 哦 那是不是必然會發生 那我就算 那我也是不理想的 那第二個 如果你說人類會消極那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多好 以及我多想聽多一點的論點 很可惜地 你們是沒有什麼去深化 甚至主編講完 你一個可能提一兩題 之後就沒有再講過這麼小 那我自己會想的那件事就是 就是當你知道你在一個虛擬世界裡面 然後 就是你之前建立了一套的價值觀 是說你整個人身 可能存在的意義等等 你都整個摧毀了 就是發現你自己可能是假的人 OK 等等這些時候 你會真的 可能會有一些很大 很強烈的一些心理上的主編 可能會有一些理論去這樣說 然後造成一些 可能消極上面的影響 可能對發展也好 對什麼都好 OK 那這些這樣的東西 我期望是多聽一些例子也好 理論也好 去多說一些 但很可惜的是 我聽來聽去就是 主編和消極兩個字就沒有了 我覺得是 可以再說多一點 究竟這件事對於人類 在虛擬世界的人類的那個心理上面的影響 或者對於他之後那個行為會有什麼影響 我是期望聽多一點的 然後 第三 我 我盡快說 OK 講例子我覺得 這個特別是甲方需要留意的 我聽到很多此事而非的例子 例如是說 斯諾登 洩露國家機密 我記得也有 台上發問的時候 柔宇峰也有反駁過你 那就是說 斯諾登是說 可能是洩露一些國家機密 美國去監聽 那跟你去說 原來你這個人 在一個虛擬世界存在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真實存在 我身邊所有事物都不知道是否真實存在 我覺得這個這樣的程度 是有很強烈的分別 就是一個國家機密 跟你涉及可能你的人生的傳播等等 這些 我覺得是 或者價值觀 這些真的有點不同 還有說 例如你戒辯有講過一些例子 什麼Youtuber 不知道 對 說了什麼Youtuber 說了什麼之後 其實最後都沒有引起社會恐慌 首先我不知道那個Youtuber 說了什麼 我其實不太知道Youtuber是誰 可能是呼流寡問 所以我就會完全不知道 那個Youtuber的例子 是怎樣幫到你去論盛整件事 又例如是你說日心說 你說日心說說完之後 都沒有人有社會恐慌 但我就會覺得 這個是一個科學的學說 可能之後會令到全世界 可能知道多些事情 我發現我之前的一些科學的知識錯了 我現在糾正 只是這樣 跟我知道它在一個虛擬世界的程度上 都會有分別 所以你要論證 這個是一個可比的例子 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需要 講清楚一個可比性 以及講清楚每個步驟 怎樣推論 而不是只是問 講完這件事 最後都沒有恐慌 其實這樣是幫不了你論證的問題 還有一些什麼世界末日論 那些事情 我都會覺得 這件事值得說一下 例如你們說的世界末日論 那些朋友 我只會覺得 我不恐慌 是因為我不相信 我覺得它是負責新聞 OK 但是到現在 你說的是 我真的有可能真憑實據 知道它是一個虛擬世界 說出來的時候 那個程度又是可能有些不同 而且在負責新聞 跟負責新聞都是有分別的 所以我覺得 真的要論證清楚 究竟你的質疑 例子和貨幣是怎樣 還有一個 我聽說我覺得很有趣 那些銀行多了幾億 那個 什麼納稅人 所有錢都給了你 那些銀行 我又會想 你是要講 是因為你拿了一些 不義之財 或者是你從中得益 但是你知道了整個世界的虛擬 其實沒有任何利益在這裏 就是那個可比性 總之那個情況也是很不同的 所以 不是隨便拿一件事 然後就說 那也沒有引起恐慌 我這樣也要講 就等於論證一條問題 我覺得是 用例子上面是 是必須要小心的 很可惜的是 月方其實都沒有怎樣拆 那些例子 月方自己都沒有怎樣給例子 所以就 結果就 比較上面 可能回應又不會特別得分 但是 甲方自己那些 我自己未必覺得很有力的例子的時候 就會浪費了很多 你本身可以論證的時間 是的 我的評語大致上是這麼多 留給下一位評判 多謝各位 謝謝李彥恩小姐 還有我們邀請香港中文大學 月語辯論隊前的懸言 為林陶老師 跟我們早點分享 有請 大家不按 剛才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 我還是補充一點點意見 我覺得今天先說甲方 我覺得甲方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你們有很多很以偏概全的論述 所謂的以偏概全 就是你會抓住某一些專家的說法 就說 因為有一個專家說了這件事情 所以 月方說的話 是不合理的 其中 有一個 我覺得聽起來很硬意的 就是 台上發問對方問了你一個問題 然後 就說如果有些人會害怕怎麼辦 類似這些 然後台上回答的同學竟然說 根據某一個專家的理論 其實如果你接受到一些很震撼的消息的時候 你會有四個階段 如果四個階段裡面是沒有恐懼的 所以大家是不會害怕的 如果在那個框架裡面沒有恐慌 你就會說大家不恐慌 但其實如果我是對面的同學 我一副走出去一定會笑你 就是 有方同學如果是這樣 原來有個專家說你不害怕 那你就不害怕 那如果這個邏輯又是否合理 或者是否合我們人間的想法 我覺得是很奇怪 這是第一個問題 就是第一個例子 而第二個我覺得是很影響整條主線的 就是 究竟甲方覺得虛擬世界是什麼 我覺得今天甲方把虛擬世界定得很窄 你們耳篇概全的位置就是說 22世紀殺人網絡裡面 就說我們的虛擬世界就是一個電腦程式 因為這件事情 你們就衍生了一個很大的論點出來 就是說 所以資源短缺的時候 我們只要不夠次子的時候 我們就把應用程式加0.1次子 或者加0.5次子 全球可能會突然會掉很多次子出來 但這個問題為什麼我會說耳篇概全 因為雖然粵方沒有質疑你 但我很質疑的就是 究竟虛擬世界是否一定說 22世紀殺人網絡那種 你想想 虛擬世界真的有很多種 我在上一場也有聽到一些 譬如有人會覺得 我們不是一個程式 但我們可能生活在一個攝影棚裡面 或者我們生活在一個電腦世界裡面 外面有一個造物者 又或者有一種是夢境的虛擬世界 所以你們要想的就是 如果你們把一個重要的字壓 去到這麼窄的時候 究竟能不能夠說服評判 雖然粵方沒有提出任何 粵方都沒有說到他覺得 什麼是虛擬世界 但是問題就是 你這樣的一個開發 還要你下面有這麼大的論點 在說 因為它是一個應用程式 或者電腦程式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改程式碼 去改變這個世界 或者去令到資源變得不短缺的時候 我就會質疑的就是 但是虛擬世界是不是只有一種 或者你們就要論證給我聽 就是虛擬世界一定只有這種 沒有其他虛擬世界 人類世界一定只有這種 的虛擬世界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將虛擬世界給到這麼窄 你用一部電影裡面的虛擬世界 作為例子 然後演繹到它是全世界的虛擬世界 我覺得是說服不了我的 也會影響後場的項目 雖然粵方到了很後才問的 就是說 那是不是真的你 一說要撤子 它會影響的? 到底中間的運作過程是怎麼樣的呢? 我覺得粵方到很後才有質疑 但是問題就是 當你開一條這麼偏的 我覺得少許奇特的線的時候 你也要考慮這條線本身 是不是真的可以說服評判 如果讓你問我 我就真的說服不了我的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要自己再去想清楚 究竟是不是真的用一些 你用一個例子 或者用一個偏門的 也不是偏門的電影 用一部電影就可以蓋潑它所有的特質呢? 我就覺得不是 所以你們應該想想 當你這個項目是建基於虛擬世界 是這麼窄的定義的時候 你的項目又能否立得起呢?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想的第二個例子 我覺得你們可以再想清楚一點 在主線上我覺得可以再砌砌一下 其實那個資源是否真的這麼重要呢? 我寧願你說會讓人類進步 可能是有一些新的科學研究 例如我們現在不是成立研究那些衝動 平衡時空那些 可能如果我真的發現這個世界是虛擬的時候 那個科學家就可能不需要再研究衝動 他會不會有另一條路去研究平衡時空 或者他會不會有另一條路去研究 一些量子力學等等的發展 我寧願你說這些 都比你說會令到改善資源不均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如果你問我不會出這個點 反正我會將那個點再調教一下方向 而另外 這個就是以偏概全的問題 而第二個問題 我就是覺得你們的知情權其實打得很小 就是你們只是在討論知道和不知道 知道又如何 不知道又如何 我覺得如果給我 我會演繹為背下一種選擇 其實你們不斷問問 就是沒有人可以幫旁邊做選擇 就是為什麼你可以隱瞞 但是又要幫我決定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你不說得清楚一點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這個行為 是一個中性的行為 就是我將這件事情告訴你 信不信你自己決定 信與不信之後 你要做些什麼 你都自己決定 於是我覺得知情權應該是要擁抱選擇權一起去說 你就會好聽一點 不然你們今天整場討論就是在這裡說 知道嗎? 你應不應該幫別人決定嗎? 為什麼我的知情權要被人剝奪? 我就不明白 那我知道與不知道 你背後想論證是什麼 知道與不知道的分別又在哪裡 知道與不知道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可不可以做決定 譬如現在有一個癌症的病人 可能你告訴他的話 他就可以決定他究竟醫的不醫 還是怎樣 但是如果你什麼都不告訴他 其實他是不能幫自己選擇的時候 這個對他來說就是不公平 尤其你們要講知情權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再推遠一點 還有良心的部分我覺得不要說 因為很難聽 原來你的良心就是為了 原來你說是為了自己好過 如果我是對方走出來跟你說的是 原來你的良心是為了自己好過 但我現在是為了社會穩定 我是為了整個社會秩序 一比下去 道德高地就已經被人搶走了 所以我覺得與其你真的要放一個良心的部分 後來被人玩 我寧願你在知情權上再推一步 說了選擇權 可能這兩個點 一個是引領人類進步 第二個就是知情權踏選擇權 就已經很好 那個良不良心自私的部分 我就覺得很難判斷 而且如果對方真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讀哲學會說的是 其實良心和道德是相對的 就是你不能為其他人去判斷他有沒有良心 可能你覺得你很有良心 但有人會覺得這個行為是沒有良心的 當然是因為你叫醒了一群痛苦的人 你為什麼不讓他一直沉睡 可能他沉睡是最爽的 所以你只是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你不是對得住全部人的良心 所以哲學上就有一個道德和良心的 相對論的問題就是 沒有人可以判斷什麼叫有良心 或者什麼叫有道德 只有自己或者一個社會的規範 你才可以慢慢形成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在哲學上 這個良心是不可行的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你們的復活不夠有力 其實我會 如果對方不斷說混亂 其實如果是你們 我會跳來跟他們說 為什麼混亂一定是差 按照有方堂的邏輯 你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 好像一潭死水一樣 什麼都沒有 不混亂的 最穩定是否最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北韓應該超好 我們應該不要住在香港 我應該過去北韓 北韓最和平 最穩定 一輩子都不會混亂 但是問題就是 你對方覺得這樣是否最好 與其你在這裡和他糾結 就是你沒有看到世界滅亡 你怎麼知道世界一定會滅亡 與其你問這些這麼搞笑的問題 我寧願你問的就是 其實混亂不一定是差的 就是今天有方同學 就是覺得混亂一定是差 但是問題就是 混亂是不是一定是差 穩定是不是一定是好 然後你放一個北韓的例子 然後放一個伊朗的例子 其實伊朗現在也很穩定 找一幫俄羅斯的例子 你想想這些極權國家 你是不是覺得很好 我不覺得很好 所以就是與其你在這裡問他 有沒有見過世界滅亡 你怎麼推論世界一定會滅亡 我寧願你問這些 就是跳進去對方的論述裡面 真真正正去問他們的一些問題 我覺得就會好一點 另外第三個 我最想說一點點的位置 就是我覺得 今次兩邊的一副都做得不好 為什麼會覺得 我覺得你們要想清楚一副的責任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 今天粵方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一副二副和結辯用的 用的框架是一樣的 都是三個錯誤或者四個錯誤 但是那些錯誤也是重複的 就是你一副已經在這裡說 你自相矛盾 你怎樣怎樣 然後去到結辯 你自相矛盾 你怎樣怎樣 其實我不需要一樣東西聽三個位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他這個是有問題 那為什麼你二副收割了他 或者你結辯就收割了他 你不用結辯 還在這裡討論一副的 就是講的問題 我覺得聽下去很重複 所以如果我給粵方一副的意見就是 其實與其 我覺得你是有這個論述能力 或者你真的有反駁的能力的時候 你不需要一出來就跟我開四大錯誤 你不需要一出來就在這裡跟我稱他有什麼錯誤 我反而是想你聽清楚 對方的主線是什麼 然後你跟他最大的分歧點是什麼 你去收窄分歧點 例如是 如果我是粵方一副 我就會心 對方很自私 對方只想自己良心 但是我方是想著社會秩序 你一聽下去 然後你就再去做比較 你不單止可以矮化對方的主線 甚至對你自己的意見也好 你就繼續在這裡說那些混亂 或者是那些消不消極的問題 我覺得與其 你一開出來就已經是跟二副的打法一樣 我寧願你真的 給多點心思去深化你自己的主線 以及你去矮化別人的主線 我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如果不然我覺得一副的位置浪費了 以及你正正是因為一副 通常我們的底稿都會幫你延展主線 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因為前面那四個 就是矛盾或者四個錯誤 燒掉你太多時間 所以其實去到最後 我不知道你那個主線的位置 會不會是講消極主義 因為我想聽多一點的就是為什麼 我知道了這個世界虛擬就會消極 我想可能本身應該在底稿裡面有處理 但是正正可能因為掉了底稿 所以我完全聽不到 為什麼我知道了這件事是假的 我就會消極了 就是你完全中間那個推論是沒有了 我就會覺得很可惜 以及就會覺得是一個失分的位置 所以我反而建議一副就不要太貪心 就是對岳芳的一副來說 但是對甲芳的一副來說 我會跟你說就是你多給一些現場的回應給我 因為你一來第一句已經讓我聽到你是在讀你的底稿 為什麼會聽? 因為你一來就已經在擴充你的主線 但是你完全沒有回應過對方的一些問題 或者你要去到很後才賴兩句問一下對方 但是其實你要知道正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你是要為評判去分析現在來到這個位置 你們兩個可能是主線上最大的分歧 或者是你們對於一些定義上的分歧 你去收窄別人 但是你一來就完全不問對方 所以就只是在說自己的話 我就會覺得一聽下去的話 給我感覺很突圓 而且不像是一個一副要做的位置 尤其是你是正一 我又覺得又是浪費了 所以我明白一副是有點難打 就是有難打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問題是大家應該要想清楚 你的一副是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或者你的位置到你那裡有什麼戰略性的意義 而不是要是跳下去二副打 也不是要延伸主變 也不是要做第二個主變 而是你要想的是 你如何在主變的後面延伸主線 但你同時又要為二副開闢一條 可以去行走 以及可以做不徒 如何幫二副把論點去收窄 你想到二副出來就不會那麼痛苦 所以我覺得就是 兩方的一副都應該要想清楚 所以就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這個問題 就是一副要做什麼 但是我也覺得是一場都不錯的比賽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嚴慧兒女士的分享 比賽結果已經出了 先公佈最佳辯論的獎項 今天最佳辯論員是 月方第二副辯湖南亮同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 甲方得票為零票 月方得票為三票 換言之今天勝出比賽的 月方廖寶山紀念書院 恭喜 今場比賽正式結束 多謝大家 請多謝大家